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朽家中并无他人 仅此一此 无论如何 你得给我周记 留下一条根的 你看看 还有救吗 苏北山点点头 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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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 周半城这看 多给点 孩子太虚 需要好好补一补 啊 什么 孩子这补一补 哦 这就脱鞋 哎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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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大发也受不了 大身上搓 搓一小药丸子 孩子不听话 伤鬼 伤鬼 你想啊 老道那是昏迷 不知道 这瞪眼看着 谁受得了啊 他是 不 用尽全身就是喊着 不 罗汉爷一伸手 把肺帮子抓住 愣给捅进去 老头站旁边 孩子没事啊 一会就好了 一会就好了 这行了 你看了吗 这儿喂完了 把嘴给他合上 怎么啊 再瞧这孩子 啊 一翻白眼死过去了 周北城说 怎么办这个 没事 没事 他就是不习惯 不习惯 习惯就就行了 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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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足 特别高兴 什么事都没有 有劲头了 行 行 行 来精神 说一声 来精神 小公子一睁眼 坐起来了 吐了 吐的地上都是黑水 喝上乐了 成功了 看见了吗 妖精的毒都吐出来了 我老周啊 罗汉爷 罗汉爷 这还过来了 还过来了 你这会儿觉是怎么样 啊 这位高僧 我谢谢你 我这两天头晕眼花的 我现在觉着 这些神也上来了 挺好 这就行 听话 没有你这样不要脸的 你知道吗 我越看越气 哭 又死了过去了 老周一瞧 哎 又快打死了 我刚缓上来 我看他 我恨得很 死了没事 我们庙专门接咽口 啊 能能发送 那哪撑去 你这不灵 你 你还有吗 没了 挺干净 白不进去 这不 又过了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周治奎 醒过来了 激功让人呢 漆了一碗白糖水 喝下去 告诉他 以后听话 好好地读书 跟他爸爸也说 我跟你讲啊 你儿子命中 有此一节 等他好了之后 给人王家 好好聊一聊 找个梅人去保梅 俩孩子呢 能成两口子 这客气话都说完了 这出来 又打扶人 把这伟托给送回庙去 辈子出来 就为干这个来的 周家派家丁 把委托请到车上去 送回庙 咱们不提 留着吃饭 不是 不是 您得吃 您得吃 我们都准备完了 都是海参 都是海参 桌子上都摆满了 各种海参跟馒头 都有 没准备筷子 怎么呢 知道他不用筷子 来您抓吧 激功这回可痛了 看 你看 海参吗 整个的 啵啵啵啵 搁上酱汁滑了 你看 这 周半城还捧呢 哎呀 你这手法真好 真好 也没人吃 就坐着看杂技 吃饱喝足 临走的时候 苏北山说 罗海爷 我有个事 麻烦您 什么事 下月初八 是我母亲的兽弹枝 请您上家去 我得去 我得去 你们家有妖精 我得去 啊 你们家有 没事 不要紧 别往心里去 不 你说明白了 没有这样的 你到时就知道了 到时 回去吧 这都打不走了 要依着这个 周半城啊 留得住几天 不行 我看个朋友去 看个朋友 看谁啊 清波门外 三清官 叫刘太真 我的朋友 我得看看他去 哦 是是 对 得知道 得知道 您去吧 关门回去了 罗汉爷打着出来 奔清波门 来在了 三清官这一瞧啊 门关着呢 这个刘老道 回来之后啊 跟徒弟们就说 盘摘了 那挂一盘 香药捉怪 把他摘了 咱不赢这个业务了 啊 以后咱们就跟这 好好过日子得了 嗯 摘了 跟我看书呢 这光光砸门 小老道出来了 一小战一和尚 你找谁啊 找你师父 我师父 没在 别瞎话 刘太真说 谁找我都说不在啊 啊 不见客 所以这儿孩子告诉 我师父不在 我找你师娘 没有 啊 刘太真没告诉你 没告诉 他骗你 骗你啊 你跟他说吧 我 我来了 你 你谁啊 我是你师爷 这和尚不哪儿学的 非占大辈 那我没听说过呀 一和尚一老到 他俩论师父 小孩也不知道 哦 师爷您等会儿 进去了 里边 刘太真正看书呢 这儿进来 师父 啊 那个 我师爷来了 师爷 什么 我师爷来了 不能啊 那天你师爷山东抓妖 让妖精吃了 感觉他们家背背这样 怎么又来了 我不知道 惊脏的 可能是跑回来了吧 不能 我看你腰 你脚里挺碎的 那回 请进来吧 请进来吧 这儿站起来 打外边 和尚进来 刘太真 老道这心到嗓子 那儿坏了 他来了 再躲来不及了 这儿看见了 哎呦 生僧 生僧 好 好孩子 好孩子 小老道一瞧 嗯 对 什么回事 怎么呢 还好孩子吗 来自里边 往这儿一坐 小老道 沏上茶 给轰出去了 刘太真说 你喝茶 哎呀 这个事 我觉得很惭愧 非常的尴尬 哈哈 那个 谢谢吧 多谢您 打救我 不客气 你 你不捉妖怪了 不捉了 不 不老会了 嗯 嗯 我 我要教你 你 乐学吗 哟 双丧 您要乐意教我 那太好了 您说吧 您怎么教我 我 我想教你 我看你怪可怜的 嗯 我教你这样 我说一点点来 我先教你 打搬运 啊 然后再教你 想要多乖 打搬运是什么意思 这是能 搬运 金银财宝 你学会了 做物理 一念周 那钱就来了 学吗 我老道乐的 这 我这一个就够了 这学会 我们就不 相熬捉怪 相熬捉怪 不也是为了挣钱吗 我直接 我就这样了 我 我跟您学 我跟您学 好 那打今儿 咱们俩人关系 师徒关系 师徒关系 师徒如父子一般 好 好 打这儿请你 你就是我儿子 老道一琢磨 怎么 你出了儿子了 那我怎么称呼你 叫 叫爸爸 刘太真直作压花子 你说这个 庙里边 灌里边 师兄 师弟 长老 叫我这都有 怎么还出了 爸爸在这里 又一琢磨 为了小能力 认了 好 我愿意 我愿意 得多长时间 能学会 一个月 一琢磨 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吧 我 我跟你学 我跟你学 你 叫起来了 过来 见识一下 这是 我爸爸 四个小小豆 福治心灵 爷爷 广东庙 这都是 你爷爷打枝起 就住咱们这了 没事 我二次学艺 你们好好都伺候着 听见了吗 那个 每天你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别的要求 这是每天 喝酒 吃肉 别的 没事 妥了 交给我了 一日三餐 好酒 好肉 我跟您 我认头 怎么都行 打酒去 买肉去 打今天开始 打酒买肉 手里还有点富裕钱 吃了三天 这点钱没了 怎么办呢 一想 这道官 跟这身医生 还这把保健 还能当 又拖下来 让孩子们出去 当当 拿了钱 吃喝 买酒 买肉 半个来月 这怎么办呢 又没有了 大店里边桌椅 什么应用职务 反正是 有用的吧 都当 又过了 十了天 庙里面的钟啊 后边的炉子呀 菜板啊 被我卷啊 小老道的医生啊 都卷出去了 除了神像没当啊 其他都卖 简短接说 一个月 这一个月 刘太真呢 光着膀子 剩一条裤子 四个小老道 光着屁股 关着门 也不让人进 也不出去 吃也出不去 也进不来了 就这些爸爸 跟这儿喝酒吃肉 嗯 这爷儿几个 抱着肩膀 那几个孩子 啊 师父 爷爷这 什么时候成功 啊 刘太真 别着急 找什么急的 啊 师父 我都不着急 师父 您还有条裤子呢 我们这怎么办 一个月 别的没看您学会 爷爷泛滥见长 刘太真 你琢磨 多长时间了 有 有一个月 我问问去吧 把你爷爷请过来 把季公请过来了 坐在这儿 今天吃什么呀 吃我吧 我跟你说啊 您说我们这 这一个月 我明天几个表现怎么样 不好 我还不好吗 你们没礼貌 我怎么没礼貌 不穿衣裳 哎呀 爸爸呀 你太坑人了 为了您 医生都当了 我都买了酒肉吃了 您 您教我吧 啊 教你什么呀 教我 大班运呢 什么 什么 什么大班运 这就是变成个 金银财宝 就好些钱嘛 我要会这个 还让你买酒 我都买了 我都买了 谢谢观看